無盲民主是什麽 即使現況多放誕 作者 張三 剛剛過去的週末 政府無所不用其極地呼籲市民投票 彷彿高投票率 就能夠賦予這個完善了的區議會的認受性 假裝這就是個民主的制度 什麽是民主? 今日的香港已經沒有官方喉舌去回應 但綜合各國政治學學者的觀點 其實只不過是個簡單直接的概念 民眾參與社會重要的決策 民眾怎能夠有充分的參與 建基於以下三個大原則 普及 平等 自由 先說普及 普及即是每一位公民都能夠參與政治決策 政治權利是最基本的公民權利 絕不能輕然剝奪 一直以來即使是因犯罪被判入獄 而失去行動自由的人士 都能夠繼續享有投票權 過往香港在選舉時 監獄中也設有票站 給在籌人士自由投票 不過今日香港當權者 動些就以是不是愛國愛港 用這些抽象而不著邊際的原因 去剝奪某些公民的參政權利 肯定是有為普及原則的做法 再說平等 平等是指社會上每一位公民 不論階層、職業、種族、身份等等 都應該有雙等權利參與政治 而在選舉制度中 每一位公民的投票 也應該有均等的影響力 所以世界不少國家 一人一票選舉國家元首 和立法機構議員的做法 正正體現了平等的原則 過去香港立法會大約有一半議席 是由一人一票直選產生 算是比較能夠體現平等的原則 不過 30席的功能組別議席 就只有20多萬人有權參與 就完全不能夠說是平等 所以整個立法會的民主程度 仍然未充分 今日的立法會更加倒退到 90席中只有20席由直選產生 30席繼續是原本的功能組別 過半數的50席 是由更加少數的特權人士壟斷 根本難言平等 最後是自由 從公民個人的角度 自由是指充足的選擇機會和權利 例如在選舉過程中 公民能夠不受干預充分自由地作出選擇 又或者是不去投票 而社會的角度 自由亦反映在充足的新聞 言論、集會、結社等自由 從而令每位公民 能夠有充足而全面的資訊 知情權、參與機會等等 從而作出理性的決定 今日香港 從剛剛過去的區議會選舉 投票率由2020年的六成多 跌到不夠三成 或者可以說明 香港人仍然算是 有擁有不去投票的自由 不過在投票前夕 政府高官高調表示 公務員有責任去投票 已經是赤裸裸地向公務員的 自由選擇施壓 再者呼籲投白票 或者杯葛投票的言論 被視為違法 更加有人因此而被捕 被海外通緝 這個做法已經與世界各國 甚至是以前香港 接受這些言論自由的做法背道而馳 絕對是言論自由的無理限制 是民主的倒退 今日香港的政治制度 是民主的大倒退